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国民党北市党部的新春团拜 受到支持者的热烈欢迎 他致辞着重在政绩 要让年轻人感受到台北市的进步 积极参与党务 也被认为是在为将来铺路 眼前第一关就是2026的市长连任 面对来势汹汹的潜在对手 民众党黄珊珊 是否有信心扮演割草机 蒋万安没有多做回应 全党上下团结一心 拿着50头左晃晃右晃晃 身为三宝霸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逗小朋友很专业 大年初期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举办新春团拜 主委黄绿景如党秘书长黄建廷等人都出席 同仁伙伴对于我每一次的选举 给我极大的帮助 大家也看到去年底大巨蛋开幕启用 推动各项友善移居的政策 身为北市百里侯 蒋万安强调政绩重要性 而他从担任台北市长以来 党务方面不遗余力 不难看出是在替未来铺路 先是2026要争取连任 不过民众党黄珊珊还是可能参战 三角都恐怕市场硬仗 你要再跟黄珊珊对决一次 有信心扮演割草机吗 谢谢 当然都有信心吗 谢谢 你觉得得票率目标应该有多少 没有过半应该不能算赢 对不对 也快乐恭喜恭喜 所以一个让市民觉得很安心 而且也很放心 又喜欢看的市长候选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持续受到 民众的爱戴跟支持的 在台北市方面还是要个人 走各自的路 因为现在蒋万安 他已经有他的style出来的 不只是掌战局 这回来营在北市议会 控除不少席次 不少人已经瞄准2026 开始热身 立委选完了之后 当然他就有空位出来了 那有很多年轻人 都有这样的表示 可能说老中青都要兼具 在里面这样的传承才足够 台北市是国民党传统大票仓 要延续政治板块 甚至达到外移效果 依旧不能松懈 就反正为时间特别早报道